最近也連11場比賽有安打這個球投手沒有攔截之後穿越形成了安打 林素逸真的打得相當的不錯 一局下半也要展開反攻 我剛才 攻守交替的時候也在 這個帶大家練習這個馬剛的應援舞 所以今年其實上到一軍的人如果越來越多 那等於是要學的要教的就要增加就對了 遠的外野的球對 就沒有一定說一定要往地上打就對了 這個球打成一個滾地球有一手漏掉 來一個火車過山洞 對 第一局 兩邊都有一些狀況 但是劇情倒是不太一樣 林晨飛這個感覺起來他應該是想很流暢的 要側動雙殺的但本來球沒有接好來看一下 對啊他準備側身要 但是傳二壘感覺好像也有點來不及 不太好轉 這一球打到右半邊形成了一個安打 保者這時候在三壘擋下來是對的 這個球打得也不遠而且現在是兩分落後 形成了滿累 嗯 但是對中心紅利來說真的是好事 因為 一般熱比賽比較沉悶一點 所以 第一局滿累的 加油 最近三子前呢也有一些調整 打這個反方向的安打 其實是 打得滿不錯 那這個球其實也不容易喔 滿近身的 跑了也知道教練這個 紅綠燈這尾也是發揮得很正確 這個球投手自己碰了一下 只能夠往葉壘傳了 得分了 一下子把分數追了一分回來 巴林爵徒手去擋 但是他立刻 也叫防務員其實是 不用過來 這顆球成長是在打得比較偏棒球的位置 棒球都打獵了 所以在這個強勁度上就沒有這麼 這麼樣的強勁 巴林爵其實也滿聰明的 這球他如果不去稍微試的擋看看 用手套來不及了 然後不投手擋那個球一直慢慢往後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秦鵝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賽事 以及我們的精彩片段呢 請記得訂閱中興兄弟的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